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3号的台股最前线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整体加全股价指数的表现 指数的部分 早盘先是以一个平低盘来做开出之后 虽然说很快的向上拉台 来到了红盘以上的一个位置 但到了10点半左右 指数重新翻落到了盘下 而且接下来的一个行情呢 就维持在盘下去做一个狭幅度的横盘震荡整理 中场台北股市是下跌了10点 来到了10,919点 好 那今天的一个台股最终呈现了一个下跌的走势 而且高低点的差距仅仅只有45点的空间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大概看到这样的一个行情 对于台北股市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今天的一个行情感觉好像很无聊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虽然说今天整体台股的波动其实并不算特别大 然后最终下跌的点数也不是一个呈现大跌的走势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一个行情其实非常有意义 怎么说呢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我们今天相较于上个礼拜五的美国股市来看 或者说相较于今天的上证 乃至于香港恒生指数 你会发现台股的一个部分 它其实呈现了一个非常抗跌的走势 那它之所以可以特别抗跌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是我们在上个礼拜 其实有跟大家所讨论到的 现阶段台北股市的一个技术面 这样子一个条件是有关系的 因为以现阶段的一个台股技术面来看的话 刚好一多一空两个因素 多的因素来自于哪里 多的因素是来自于均线的一个黄金交叉 当时我们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 如果说以现阶段 你看到月均线的位置是在10,696 然后季线的部分是在10,703 大概差了7点不到的空间 那这个部分基本上最快的话 在明天应该会正式呈现了一个黄金交叉 那晚一点的话 在礼拜三 它也会呈现了一个黄金交叉的一个走势 所以当你的短期金线 由下往上穿越长期金线的时候 当然你就葛兰币八大法则来看的话 这是一个趋势多头的格局 我想这个是确立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今天的行情 它没有呈现大幅度走跌的原因 但是对于台北股市 另外一个条件来看的话 因为这个日KD指标 当然我们当时有谈到 你到礼拜四之后 它的那个低点差距不会来得这么大 但是因为现阶段 你毕竟指标在相对高档 所以你原本就有一个修正的必要性 所以当时我们也讲了 指标是指标修正是一定会修 但重点是它用什么样的方式修 是用那种快速拉回大跌的走势来做修正 还是这种高档横盘震荡整理的方式来做修正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之下 当然你从过去这几天 它很明显的 它是以一个高档强势整理的一个方式 来做一个修正的走势 当然讲到这个部分 我们也要特别跟投资朋友稍微澄清一点 因为当时我们从所谓的一个月季线的一个黄金交叉 或者说是这个 KT指标的一个计算 当时我们有跟大家谈到说 这个行情整理一个礼拜 大概跑不掉 那因为我们讲的时候是上个礼拜三礼拜四 所以就有很多投资朋友在问夏老师说 老师那是不是代表说礼拜四之后台北股市就会喷出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月季线的黄金交叉 我们只能够确认它的趋势是多投 但不代表它的行情会立刻喷出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之下 实际上你从整体的指标修正 如果说它修正指标不够的话 它当然其实还有这个持续往下修正的必要性 但大家也不要听到说 往下修正就代表指数一定会前天下跌 你可以从最近期的一个KT指标期 你可以看得到 最高的时候是来到92%对不对 然后目前是80% 所以过去这五天 它修正了大概12%的空间 但是你说指数有跌吗 它从9月16号当时是10898 到今天是10919 它大概拉抬了21点左右的空间 所以就告诉你说指数往上涨 指标还是可以做修正 那只是花的时间可能会稍微比较长一点点 所以如果后续指标修正不够的话 它会延长整个整理的时间 但趋势是多头 这个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好因此以现阶段的一个行情策略来看的话 你应该怎么做 如果说你要偏向多方来做操作的话 当然就如同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谈到的 强势股的拉回 或者是整个族群的股涨效应 那以及原本这个股价已经修正过一波 这个时候再发动公式的股票 我认为这个还是现阶段 大家应该主要留意的一个方向 但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 有这样子的股票 那有没有颠倒过来的股票 一定有嘛 对不对 那这种颠倒过来的股票的时候 当然投资朋友你就应该要去做一些调节性的一个操作 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各位 你不要因为这个行情相对强 或者是一个维持高档的横盘震荡 你就掉以轻心 该调节的个股 该弱势的个股 该出场的个股 我想其实大家还是应该要做出相对应的动作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你手上的个股 到底属于强势还是弱势 你希望夏老师能够给你一些意见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可以加入夏老师这个台股最前线LINE的一个好友家族 加入的方式 你可以输入我们的LINEID 小鼠NAE2953I 或者是扫描这个QR Code 都可以达到加入夏老师台股最前线LINE的一个好友家族里面 那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上面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之后 赶快跟我们的小编发问 可以的话 我就在隔天的盘中 第一时间去回答大家 那如果说相对应的价位有来的话 你才可以去做一些 不论说是调节或者是加码 或者甚至买进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你才可以去搭配相对应的动作出现 那如果说你不会去加LINEID或者是不方便 那也不会去扫拿这个QR Code的话 那我们欢迎大家 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透过以上这两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想我们就要来谈一些比较具备有人气的法人操作股的后续的一个看法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谈一档 我们在礼拜六的一个节目里面 当时先跟大家点到的一档个股 叫做3406的郁金光 那当然当时我们有跟大家讲到嘛 礼拜五的下午 他去公布了重大讯息 然后 他的重大讯息是 他八月的单月EPS4.77元 他是第二季 因为第二季只有赚2.17 所以你看两倍才4.34嘛 所以他等于是他两倍以上的一个水准 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应该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多 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你手上只有郁金光的投资朋友 你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今天的行情是沉浸开高走低 那这个就是我特别有提醒大家 就是你要稍微留意一下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来自于说 他发行限增之后 当时我们有讲嘛 原本限增应该是 应该是要下跌嘛 结果当天他是呈现了不跌反涨 那时候限增是350块 那这档个股最大的特性就是 利多 至少在最近 利多他都不会涨 然后利空的时候 反而股价往上涨 你看像这一根黑K棒 他是公布八月份的营收创利时新高 然后今天 今天的一个黑K棒 他是公布八月份单季的 单月的获利是4.77 这个都是超大利多 但是股价都是长黑K 一天一天是连高盘都没有开出来 就直接下去 那今天是一个开高之后震荡走低 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在于说 原则上 你如果说你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你有看小时节目的观众朋友 你都知道说我们当时谈到两家外资 对这家公司很重要 一家是台湾摩根士兰利 他目前的平均成本是在425.83 稍稍往上拉一点点 然后摩根大通的部分 他的买进的平均价格是在431.25 这两家外资机构是买超 从8月28号 也就是 这一波外资开始买超之后 买超最多的两家外资券商 那的确这两家外资券商 他们目前至少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没有出现那种 很明显筹码风洞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是你要注意的一个点是在于说 当时我讲 就是那一天现增的时候 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的时候 那时候我告诉大家说 是不是大股东认为350块很便宜 所以这个地方不愿意出 就是要多买一点股票去做 这个 这个参与现增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当时我们有特别提醒大家 礼拜六因为那个数据还没有出来 所以当时我们没有跟大家讲 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它的大户持股的话 那大户持股要在哪里看 当然 一般现在见得现阶段的券商的 下单软体 其实通常都会有 但是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受限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例如说像郁金光的部分 这个例子有个大户 就商品指标的最下面有个大户持股 那因为这是一周公布一次 所以你想说 怎么会它的那个图形会有平均 如果说我们把它换成 周线图的角度来看的话 大家看这边 因为我没有办法一边把它定格 然后一边把它圈起来 所以大家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大户持股这里 那简单讲就是上上礼拜 上上礼拜 那时候的大户持股比例是60.45 这个是 它的大户持股是限定400张 稍后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东西 那时候是60.45 然后到了上个礼拜 也就是三天之前 它降到了58.54 所以从60.45降到58.54 它减了多少 它减了1.91% 对不对 那其他当然千张大户的持股 它其实减了更多 那我知道大家可能有知道 会知道说一些那个 一些那个 券商应该说网站 它可以看到那个 它可以看到那个 千张以上的大户持股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在哪里看的话 那没有关系 夏老师就提供给大家官方的版本 那官方的版本就是要去 几宝公司看 那几宝公司它会先让你选代号 这个地方请大家稍微记一下 我先帮大家圈起来 这个是 9月20号 就是上个礼拜五的数据 那正确名称是郁金光 你看 千张大户 就是它持有单位 1000 然后后面是.001 但是这个部分因为它是用股数 所以简单讲就是1000张以上的大户 你看到 这个礼拜是49.08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把日期往前推一周 你看上一周是9月12 然后我们要看的是3406的郁金光 对不对 那郁金光的部分你按下查询之后 它上个礼拜是多少 这是多这是几号 9月12号 49.08 一个刚刚是我们刚刚看到是44点多 对不对 9月12号是49.08 然后9月20号是44.63 差了多少 差了大概4% 那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 现增出来这件事情 它还是造成 有一部分的大户 它选择做什么动作 它选择卖劳股 任心股 当然这个日期还没有到 但是它可以针对一些外围的部分先去做调节 所以告诉你什么事情 告诉你说 这个股票它不容易大涨 虽然拉起来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们从828看到923 买超前两名的外资券商 还是我们谈到那两家 它其实没有大出 就是你看前两天有出 然后今天小幅度买回来 然后摩根大通也是 所以它没有大幅度调节 也就是拉上去的过程当中 它没有积极去做出股票的动作 但是你从现增 以及这个大户的持股这件事情来看的话 你的确看到那个现增对于这个股价其实造成压力 所以我还是建议这样 就是说 基本上 今天最高来到442 这里是450 所以当时我是讲说 接近这个位置你就先出 那后续你不要等到说 万一它到时候现增要开始了 然后开始套利的时候 那时候股价打下去 就会稍微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现阶段刚好有利多 那你就如果手上有的 你可以趁着利多拉抬去出股票 那至于掉下来要不要接 这个你要看当天的开盘的状况 如果是没有量的 同志朋友你听清楚 如果是没有量的回档 那你可以接 在月季线附近 或者是说在大户城门附近 但如果说是有量的回档 你不要急着去抢 因为你毕竟350 350不会来 但是但是他如果回到380 370你就累了 你与其在这个时候接 你为什么不等那个 回到那个位置之后 你再来接接看 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比较好一点 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好那这个是属于利多之后 不涨的股票对不对 我们再谈一个族群 它是属于利空 也不能够讲利空 但大家普遍的共识是 它这个行业还没有脱离股底 但它的股价一直涨 这什么族群 你还在这边有知道吗 这个族群叫做记忆体 我知道大家今天可能重点 都摆在那个PCB上面 有时间我们再来谈PCB 但简单讲就是 你如果说从指标性的个股来看 好2408南亚科 你可以看到这些股价创不断新高 对不对 7月以来外资一共买超了超过23万张的持股 好所以这个当然你或许了 当然乃亚科是一档大股本的股票 超买超23万张 不是说不是说真的吓死的那一种 但他大概也买了他的股权的7.5% 他买大概7.5% 然后股价创下新高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要去关注的就是说到底是谁买 然后这些法人有没有针对他们的动作 应该这样讲 他们这些出报告的法人有没有去做出相对应的动作 好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2408南亚科 如果说你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话 他应该是从7月4号 之后就是一路大概就是买多于卖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从7月4号到现在买最多的是谁 卖最多的都是国内的 这应该是有的是投信有的是基金 所以大概都是以总公司为主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买超最多的 台湾摩根施南利买了37000张 美林总公司买了34000张 高盛买了26000 瑞士施南买了25000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就是瑞幸瑞幸跟美林是最近有给予目标价两家外置券商 一个是给100块 就瑞幸给了100块 然后美林给了95 好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他们有没有做相对应的动作 所以美林他或许不是买最多的 但是他买了34000 然后他也是买超 瑞士信贷的部分买了25000 好所以重点就回来了 那他们到底买的价格在哪里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他的价格普遍在71 71 70 72 70 73 大概就这个价格 就是712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好所以问题来了 问题就是现在85块 所以变成说你要去做一个追价的动作吗 当然不是 如果说有回测 也不用看到71块 因为你只要71块就不够了 我们不是要看这个地方 我们要看的是价限的位置 价限位置在哪里 价限位置在7月26号的高点 这也是77.8 就相对来讲比较近 但还是有一段差距 大概差了一成左右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留意的是补涨效应 你要留意的就不是说 我明天要不要跳进去买南亚科 对不对 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因为你现在的成本跟他差两成嘛 你这时候进去你会有风险 对不对 好所以你要去留意补涨效应 补涨效应要留意什么 第一个 这个是我今天在Lite里面有 投资面有问的股票叫2337的望红 那我觉得会买这两个股 当然我猜测了 因为他没有跟我讲成本 其实看到最近期的那个外资 他呈现比较记忆性的买销 对不对 但这一档个股其实跟 之前我们讲过一档个股有点像 那档个股叫做凯胜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讲凯胜讲什么 就是外资都会做那个短线冲销啊 那应该这样讲 对于望红来讲 外资做的不一定是隔日冲 但是他们的确是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我从这里出来 这里过大概过30块钱之后 大概买一买就会有一些调节 买一买就会调节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一个调节 他其实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他变成说 我前一天我上礼拜五大 然后这个时候去做一点调节 我觉得也合理 但无论如何他跟凯胜 其实很像的地方是 你即便外资这样弄 有没有 他股价还是在变高 对不对 他股价今天是创新高啊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中股票 他如果有回测的话 你要留意买点 主要几个方向 第一个 我先讲记忆体 因为记忆体 现在大概很明显 报价大概就是 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要在大跌空间 应该不会太大 好 那任天堂的Switch 这是游戏机 那个年轻人可能比较了解 那最近有做改版吗 就light 好像是不能够接电视吧 因为我是没有玩的 那我看到是这样 就是不能够接电视 原本的那个Switch 是可以接电视的 好 所以这个是会有 NoFresh的需求 那当然任天堂原本就是 对不起 望宏原本就是任天堂的 NoFresh的供应商 然后另外一个是 真蓝牙无线耳机 TWS 他因为有那个记忆的功能 所以他会有 里面有一个 NoFresh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装置在里面 所以TWS 他这样子一个领域 他也会带动 整个NoFresh的需求 好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基本面的现象 那 法人的部分呢 法人的部分 其实最近期 有给目标价的是 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给 35块钱的目标价 好 所以问题来了 好 问题来了 我们看 我们刚刚讲 233G的望红 我们就不要把时间 拉得这么长 因为时间那么长 那个成本真的是 离我们很遥远 我们光9月份来看就好 9月份来看的话 买超第一名是谁 买超第一名就是 台湾 Morgan Stanley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谁给目标价 Morgan Stanley 他给多少 35块 那他买多少 他买的均价是 30.3亿 所以现阶段做 你会 大概落后他15% 所以你应该怎么做 就是他给35 第一个35块到了 那第二个 但你说他的基本命好转 有啊 所以你要等什么 你要等回车 所以我今天给 我今天给 对不起 我忘记你姓什么 但是 我今天给这位投资朋友建议 我是说 拉回来应该吧 对不对 我有给你一个价格 所以 这个部分 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不要说 一天 多大买 一天多大买 你就感觉说 这股票就是这样 不要做 那他不做 你就看他眼睁睁 慢慢垫上去 这个问题就来自于这里 然后我们再谈一档 再谈一档 记忆体的个股就好 我觉得这档个股 大家可以留意 我觉得蛮有 蛮有那个味道的 怎么说呢 当然他没有法人 大幅度调长 目标价 他也没有看到大买 最近两天外资买了 四百多张 四百多张 就八九百张 不多 但是呢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补涨效应 就是当族群 带头冲出去的时候 你要开始回头 看一些中下游 那因为记忆体的族群 简单来讲就是 模组的族群是这样子 就是 我跟你买那个 D-RAN的晶圆 然后来组装成模组 所以他会有 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 当市场预期可能会涨价的时候 我要提前就拉火 所以他的那个 出货量会大增 这是一个 而且会以现在的价格拉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以现在的价格拉 我是不是要 我是不是要现在买的金元 先出给你 不是啊 是之前进的 之前在低价进的金元 我先出出嘛 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这样 虽然电子产品 应该不会坏掉啦 但是 但是 但是他们还是先进先出嘛 对不对 所以 原本的低价库存 这时候搭配 如果上来的价格 那我卖给你 对不对 这是一个涨价 这不是一个涨价 这是一个 我 卖一样的价格 但是我可以赚比较多钱的 例子嘛 所以你看到他的股价 今天是 有点冒出头那个意味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股票 应该还会在整理一段时间 但是你可以开始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应该是有 快要发动的机会 这个部分就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好 然后 其他的部分 我想我就不花太多时间谈 因为 大致上都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谈过的 然后筹码没有出现什么太大变化 例如说像是 564的凯胜 当时我也讲了嘛 这股价 就是反正冲上去 外资就会先调节一点 但调节下来之后 他的股价还在多变高 我认为今年他有非常大的转机性 你说要比基本面 这两个股票都是564的 但是 如果就股价的爆发力 我不敢讲说 我不敢讲说 你做凯胜一定会赚钱 但是如果凯胜赚钱的话 他会比你赚的红准真的多 这个是股本的关系跟股性的关系 所以我也没有讲红准不好 我也告诉你红准可以做 红准有没有涨 红准有涨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有动的话 因为这家公司 我认为 他今年 应该是有机会拼 那个转亏为盈这样子的概念 那你知道转亏为盈 他是会涨比较多的 因为他的净值在76块 而且 就是你说其他的那种小公司 赚钱的 然后告诉你说 拼转亏为盈 我还不敢讲 问题他是华硕集团 他也不是说 不是说 不是说像大同一样 反正你公司倒在摆给你烂 对不对 就是华硬就这样子 那海胜不至于 你再怎么样 华硕自己的本业就是PCMB 我再怎么样 我都有PCMB的机壳可以出 我这样说对吗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认为他的股价在持续做跌高 然后另外一个补奖是什么 PA 对不对 那PA 我从红杰科跟你讲到 我冒位有跟你讲说 接近300块你要小心 因为股价 股价会整理 对不对 然后全新的股价 到现在还在创高 好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我有跟你讲 我说 红杰科上去了 带动文贸全新 接下来呢 封测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讲的讯星 今天你大概有看到 我今天有看到一则媒体的报导 大概就是我们讲的东西 就是红海集团要拼这个半导体产业 然后其中讯星的部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尤其是SIP封装 SIP我就告诉你 叫做系统级封装 这个是你在今天没理想看得到的 所以你就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说 你说 你说法人有没有拉上去就出 我们那时候讲的时候是119 今天来到126.5 不多啦 但是他的股价是有往上垫的 今天最高来到129 所以投信买 然后外资就是 你看这个是不是也一样 就是拉我就出 然后掉下来我就买回来 拉上去我再出 掉下来我就买 反正他们的操作就是如此 就是他们知道是一个多投的趋势 但是可能会认为说股价涨没有那么快的时候 他们就会采取这样的策略 就是我手上一定要有股票 但是我不要跟你压太重的部位 所以他就变成说 你只要拉上去我就出掉 然后掉下来我再接 这个是现阶段法人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策略 所以你看到凯旋是这样的 讯星也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 他所达到的落后补涨的效果是这样的 好那还有什么 还有游戏股 游戏股你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谈到 传奇是礼拜四涨 股价供涨平 然后告诉你说 拉回要去找买店 对不对 然后今天股价再往上供 供到110块附近 然后你看那个 上个礼拜我涨的大雨滋 今天是不是就下来 所以在告诉你什么 一样的概念嘛 就是资金只有一套的状况之下 不是说大盘的族群会轮来轮去 你在一个族群 你往大的看 就是大族群轮来轮去 你往小的看 就是一个族群里面 一套资金 他在每一档有机会的股票当中去做流动 对不对 所以传奇 然后网龙 这个筹码都没有什么变了 我就不要花太多时间讲 那大雨滋要不要做 这上面套劳人比较多 我是不建议到做大雨滋 那如果你要做的话 你就以这两家公司为主 有拉回找买点 这个部分 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 原则上 多方个股 就大概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切入 但如果说你不知道你手上的个股 不敢讲说是不是多方 但他到底还有没有续报的价值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你希望下午是能够给你一些意见的话 你可以加入下午是台股最前线Lite的一个好友家族 加入的方式 小鼠NA295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 你看到这个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下午是台股最前线Lite的好友家族里面 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透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9月23号台股最前线